我1990年在加拿大讀書 我有一個挑剔進課室裡 他說你們是否很想取得A 也想的 我現在第一課 我全部給A給你們 不要再有壓力 喜歡做甚麼做甚麼 是否你長大了 過了20年之後發覺 你不應該為了A而做這件事 你是真心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皇家說他張叔 他反而令我打開這扇門 你就輕鬆了 外部不是墮壁, 一定不好 下部也不是一定錯 畫面漂亮和不漂亮也沒有階段 變成很多事情你自由了 你就開始放膽去做 最後一次, 有一個人跟我說 你的畫面構圖真的很漂亮 是否你都認得漂亮 其實我是生氣的 我甚麼呢 我只有畫面漂亮 他說你畫面漂亮, 放那些 突然過兩天就有一個鏡頭 我就想到人贏 我又用膠紙連了觀景器 我決定今天我不看它 那會怎樣呢 我拿相機這樣按它 我不像它 我發覺是一個很有趣的修飾 這件事是很佛學的 反而你越大力 就不夠你那種自由 那種不在乎 更漂亮 我最近有一句話 我經常在腦裡說 可否接受到所有東西 甚麼都一樣 沒有好和不好 沒有戒定 可否不戒定 我這句話想了很久 所以我都影響了我的拍照 就是不要戒定 不要戒定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是一定要大家要這樣 就是不一定不戒定 就變成像我一樣 更加不好了 Hello, 我是Wingshot, 夏詠康 快點來參加 Jill Awards攝影大賽 201年 由Nikon上機, 全力支持